中国人还是有中国人的智慧 我们说航天精神 也是我们这个制胜的一个法宝 自古就有飞天梦的中华民族 从未像今天这样 如此接近星辰大海 中国运载火箭从无到有 从有到权的发展 让太空探索成为可能 中国科学院院士包围民 致力四十载的制导与控制技术 便是支撑中国航天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 我们这个专业学科 就作为火箭的控制 运载器的控制 它的职责是相当于是火箭的大脑 解决往哪飞 怎么飞 然后怎么飞得更巧 更精彩 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器的要解决的问题 说的再通俗一点 这个火箭的控制 尽可能的用最小的能量把这个最大的载荷送到我希望去的地方去 这就是我们控制器的要做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我们这个飞行器它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可靠 还会出一点小故障 那么这些故障呢 我们还得应对 你像我们的载荣火箭 就能保证出一度故障 也就出一个故障 我还保证能把这个航天员安全的送到那个地方去 两度故障 我们说也就出两个 同时出两个故障 我们还得保证航天员是安全 那个要可靠 这个叫安全 所以这个的话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都是控制器要做的事 包维民 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知识分子家庭 小学到高中 他随父母辗转于哈尔滨 苏州 重庆 长沙生活求学 唯独不变的 使家人对他教育的重视和爱好的培养 我在重庆的时候 那一阶段 因为学业对我们来讲 那个时候很轻松 所以说课外的时间比较多 那个时候呢 我母亲呢 就看说 你们也不能傻玩啊 他是老师嘛 就是引导我 去玩这个无线电 从小培养也是对科学的一种探索 对我来讲 现在来看也是受用终身了 1982年 包维民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 立刻投身航天事业 来到航天部第一研究院 第十二研究所工作 这里是我国第一个航天运载器控制系统总体研究所 近40年 支撑的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你比方说 导航北斗系统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就在这个科技上 我们现在有了建好了空间站 中国人可以到太空去做实验 纵观中国航天发展 经验传承于任务中 突破被刻在了里程碑上 航天精神已深深融进历代航天人的骨血 中国的航天发展 起步比美国和苏联都晚 但是我们走的这个路 所用的这个时间和投入的这个经费都比他们少 这个呢 就一方面可以借鉴人家 另外来说 中国人还是有中国人的智慧 和我们现在这个体制的这种智慧 全国打协助 我们说航天精神 也是我们这个制胜的一个法宝 你看我们有航天的传统精神 像什么热爱主播呀 无事奉献呀 团结协助呀 打刻苦攻关呀 永攀高峰呀 我们后来又有两担一心精神 还有那个载人航天精神 还有西主席给我们总结这个探阅精神 使得我们这个团队 来团结协助 来分工协助 把这件事给做好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 从资源短缺技术封锁的六十年代 到今天合作创新 推动人类科学事业发展的新时代 有着三十四年党龄的包围民 见证着几代共产党员航天人 对航天报国初心的坚守 并兼许奋斗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出万年之分取胜利 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的同志们 也都是永挑重担走在前面 我觉得这个体现了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 我们身边应该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 来支撑着我们国家的科技事业向前发展 我记得梁思黎老先生 也是共产党员给做了个报告 老先生最后就说 他说我们要把航天的火炬 传到你们手里 我们会陪你们再走一场 希望你们能把航天的火种延续下去 中国人怎么不信 你看我说外国人能搞的 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现在要我一旦最好 相信我们就去国家 如果换了以后 我可以对决定做 像我头 希望从我和将来学习以后 可以说办公业 使中国情大情 让爱祖国和对党的这种忠诚的这种情怀 把自己的毕生也献给了航天的事业 是值得我们这些航天后人们来写写的一个话 那我们要向她的航天 我们要向她的航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